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 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其中让他刻骨铭心 钟爱一生的一本 就是陈旺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虽然毛泽东此前读到了其他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 但看到陈旺道翻译的完整版本后 全书以意义为主 语言通俗易懂 这令毛泽东印象深刻 陈旺道翻译出来之后 毛泽东看到了翻译稿 也送给过鲁迅 珍藏过 所以说人物影响都非常大 像毛泽东也取了这个信仰 教育了以后决定出版单行本 所以后来就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 为金斯奇他的帮助专门成立了一个日行印刷所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出版了毛泽东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 此时随着长沙 广州 武汉 济南 北京 各地共产主义活动展开 党组织的建设迅速发展 《共产党宣言》一出版 就像火种一样传播开来 这些都是各地早期党员 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重要读物 那么也是他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原理 确定共产党信仰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话的第一道门槛 是马克思主义今天著作的翻译和介绍 那么万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它是用白话文翻译的宣言 而且文词优美 所以一下子引起了社会大众的 特别是当时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的 欢迎他第一版一千本 被一千爱空 九月份第二版 到1926年5月 一共印刷了16版 一时间横空出世的中文版 《共产党宣言》 成为了文化思想界的一大盛世 引起了社会各界热烈反响 大家纷纷去寻找 去抢购这本书 当时上海早期党组织的一名成员 叫沈玄鲁 那么他在报纸上就刊定了一则小小的通告 就说现在很多读者来问 到哪里能够买到共产党宣言 那么鲁星看了这个书以后就说了这个话 那就是说很多人都在讲过去主义来了 但这个过去主义到底什么东西都弄不清楚 陈光大把这个商业过来 可以是大家了解了过去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由于匆忙第一次出版的共产党宣言 犯了这么一个错误 沈玄鲁改组为党的机关贪物 由陈旺道协助编辑 用华老先生的话来讲 就是我们要竖起马克思主义旗帜 同时也要接待各方面的东西 所以他说但是你不能一下子 什么东西都不登 只登马克思主义东西 他说要各种各样的意见 都能够在这个杂志上发表 一面是向全国各地 播撒下了共产党宣言 这以马克思主义火种 一面则在上海以新青年 竖起马克思主义的大旗 陈旺道与其他同志一道 为我党早期创建发展 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马克思主义迅速蓬勃发展 1920年11月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制定了一份 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文件 第一次明确使用了 中国共产党的名称 这既是共产党宣言 在中国这片土地的扎根发芽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 拯救国家民族命运 做出的宣言 1921年的上海市民 度过了一个 与往年不一样的春节 许多人在大年初一 收到一张特殊的贺年卡片 这令工人们惊喜 又让军阀惊恐 一早就是兵分几路吧 当时矛盾啊什么都传加了 都去删发这个传单 这个传单一发就是 引起社会很大反响 哎呦 叔叔 这个共产主义来了 贺卡上印着这样一首太平歌 天下要太平 劳工需团结 万恶财主同钱多 都是劳工汗和血 谁也晓得为父不仁是盗贼 谁也晓得推翻财主天下月 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该吃 有工大家做 有饭大家吃 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 这个太平歌呢 是旺道先生这边的 实际上就是说 要推翻不屑结局 要三生做主啊 就是这个意思 对劳苦大众进行 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 成为了陈旺道 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 因为中国共产党 是工人阶级正大 这个工人阶级 是它的阶级基础 如果工人阶级不觉醒 或者没有响应的话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没有基础了 那么在这个二十世纪 从十年到二十年左右的时候 我们上海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功能呢 大概是有将近三十万了 但整个上海的人口的比例 也将近百分之二十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 应该说已经具备了这么一个基础了 身为劳工部长的陈旺道 先后领导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 印刷工会 及纺织油电工会 他到沪西工人区宣讲 劳工神圣和劳工联合 邀请陈独秀到会发表演说 为什么这油电工会呢 王道先生讲起过 他说因为这个油电相比起来呢 这个油电工人呢 因为他送信什么 他有一点实质 有一点文化的这个 那么另外他们也流动比较大 在这期间 陈旺道还参与了 劳动界等杂志的编辑工作 劳动界呢 就是说基本上是面向 一些劳动大众的人 这份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 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 还揭示中国工人悲惨生活 详细报道上海 唐山 长沙 济南 广州等地工人的斗争 随着陈旺道等人深入广播 共产主义也在广大工人之中 深入人心 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又进一步推动了 共产主义的传播 建立党组织 已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 1920年下 陈旺道开始协助陈独秀等人 着手筹备召开中共一大的工作 发函至北京 武汉 长沙 广州和济南 要求各地建立 共产主义小组或支部 并继续共产党宣言 作为必须学习的材料 至1920年底 李大钊 毛泽东 董碧武 王进美 谭平山等 分别先后在北京 长沙 长沙 武汉 济南 广州各地 筹备成立了早期的党组织 当年11月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申福 经上海去法国里昂大学讲学 受陈独秀委托 联系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们 尝试建立起党组织 后来张申福 陈公培 周恩来等人 在巴黎建立了 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上海法租界望智路106号 李汉俊和包兄李淑成的家中召开 7月底转移至嘉兴南湖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正中的向世界宣誓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直到阶级斗争结束 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 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等 实际上都是从共产党宣言那边来的 所以说这个根一大 最后通过的党纲内容 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确立了我们党的信仰和宗旨 那么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要奋斗的目标 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这成为了中国近代以来开天辟地的大事 尽管没有出席中共一大 但陈旺道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功不可没 此时的上海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策源地 1922年上海一位名叫张宝辰的银行职员 把共产党宣言带回了老家济南 迅速发展了一批共产主义者 所以但是有很多进步青年呢 通过各种渠道拿到这本宣言 然后就流转到山东 几年后的济南刘吉村 与张宝辰同村的女青年刘宇辉 得到这本共产党宣言 并把她带回了老家刘吉村 穷乡僻壤的农民们并不知道马克思是什么人物 他们因为农村名字跟农民讲也不是很清楚 他们叫大胡子 他说大胡子讲的东西在里 那我们就要按照大胡子的去做 这个事比较早 就在农村里面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他帮了很多我们讲的农民协会 学习小组就让他们学这个东西 刘宇辉成为了当地最早的女共产党员 刘吉村后来秘密成立了党支部 成为当地革命的中心 被称为小莫斯科 这是中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 这也是共产党宣言 对中国命运影响的一个缩影 推动农民运动 然后又把工农格局的思想 在农村里面开始有能压然 从这意义上来说 一般的农村党支部根本做不到 这都是共产党宣言的这个素质的魅力 在湖南 毛泽东以独到的眼光深入广大农村 把马克思主义火种 播撒在湖南各地农村 成立了大量农会 被法军攻占湖南之后 湖南各地农协会员已达400万 在很大程度上 共产党宣言成为无数农民 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 那么他的这本书 可以是中国第一本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在中国的流传 早在1923年10月13日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他认真地研读了共产党宣言 甚至读出了趣味 甚至到了不能悬卷的程度 然而共产党宣言 很快被蒋介石视为心头大患 随着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中 逐渐右倾 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 逐步篡夺了大革命的领导权 1926年 蒋介石接连制造了中山剑事件 和整理党务案后 盯上了中国共产党的策源地上海 于第二年4月12日 发动反革命政变 把枪口对准了共产党人 广大工人和革命群众 张仁亚领导了上海经营业工人大罢工 当时上海的营业大概有30多家 工人大概有2000多 那么共产党成立以后 实际上它在从事工人运动 工人运动实际上 怎么开展工人运动 能把工人运动引向哪个方向 其实大家都在探索 那么张仁亚领导的这次罢工 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探索 这次罢工前后持续了28天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在城市举行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工人大罢工 使全国工人群众看到了团结和斗争的力量 412反革命政变之际 面对蒋介石反中派举起的屠刀 张仁亚并没有退缩 首先想到的是党的文件 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的安危 其中就有共产党宣言 他把这个平时学习用的一些革命书报 书籍转移到乡下 他的家里委托他父亲的保管 因为这些都是红色书刊 当时假如被抄到会要杀头的 那么他父亲就想出了办法 就是把这些革命书刊 用油纸包好以后 给他做了一个空罐 放在这个棺材里面 虽然一个衣冠虫 虽然他人还健在 在这座蒋介石那个时候的 对革命党去查 那么他们就东藏西朵 后来好多人都为了保存这本书 应该说付出了很多东西 与此同时 济南刘吉村的共产党员 也遭到了鲜血的洗礼 当地国民党政府 为找到共产党宣言 派出数百人到刘吉村 挨家挨户搜索 连一张纸片都不放过 为了保护共产党宣言 刘良才等共产党员遭受酷刑 至死不渝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藏在那个罩户里面 就几次躲过了 那么后来呢 又到了这后手里面 那么因为当时查得很严 后来他们前面两位啊 后来都牺牲他 1927年大革命失败 腥风血雨之中 无数共产主义者 献出了宝贵生命 陈王道无比悲伤 我要痛哭死者 平掉人生 愿千千万万的生命 不要这样抛了就算了 有奋力呐喊 现在中国是在动 是在尽向大时代去 我信仰共产主义 终生不变 此后的岁月 陈王道投身心爱的 文化教育事业 先主编《民国日报》 副刊《妇女评论》创刊 又在共产党 为培养妇女干部 而成立的平民女校任教 在教育文化战线上 继续为共产主义 传播新火 成就显著 成为一代德高望重的大师 1977年10月29日 曾担任民盟副主席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 共产党宣言翻译者 著名教育家 修辞学家 语言学家 陈旺道先生 满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追求 离开人世 中年87岁 复旺大学的老校长 苏不清 提了一副对子 翻译共产党宣言 千秋俱笔 残养修辞学奥运 一代宗史 在陈旺道一生的辉煌成就中 翻译共产党宣言最为显著 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在苏区时期 共产党宣言引导着无数革命者 走上翻身解放的希望之路 十年后的延安 这里是一片新的天地 已经透露出新中国的曙光 马列学院出版的《马列论丛》中 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 成为无数革命者的必修之课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淮海战役后期 国民党大势已去 朱德和周恩来深情地回忆 当年在巴黎学习共产党宣言的情形 深情地回望着走上革命事业的初心 无数革命先烈 铭记共产党宣言 为共产主义事业抛头颅洒热血 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不朽贡献 1949年9月 新中国成立在即 周恩来见到来北京参加第一次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陈旺道士 第一句话就是 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说的正是共产党宣言 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 这一真理的伟大力量 人家人民政府 人家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8年浴血奋斗 终于建立了我们的新中国 近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 新火相传 共产党宣言有了更多的一本 滋养着一代又一代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修养 今天中国共产党 已成长为世界第一大政党 陈旺道作为首次翻译 共产党宣言的先行者 意义非凡 他是作为一个 像普罗米修斯一样 他是一个窃活者 是个引入火种的人 他是给中国社会带来光明的人 所以中央编译局认为 他这个确实是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编译史上的开山之作 今天陈旺道第一次翻译中文版共产党宣言 已近百年 中国共产党也将走过百年的奋斗历程 近代中国以来 从太平天国到自强运动 从戊须变法到清末新政 从三民主义到社会主义 事实证明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同时还证明 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在我们当前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依然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 学习和运用的最好的标志 2017年10月31日 在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 带领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 专程赶赴这里 沿着早期共产党人的足迹 探寻我们党的精神密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翻开风云激荡的红色篇章 在历史中汲取力量 为的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砥砺前行 永远奋斗 在中共一大会旨 习近平驻步一本共产党宣言面前 仔细聆听他背后的故事 这是一本由陈旺道翻译的 1920年9月刊印的版本 目前共产党宣言中文首印版本 和尚余式档案馆 其中有的藏本已被定为一级文物 珍藏在中共一大会旨的共产党宣言 有关单位 得知这本共产党宣言 曲折故事后 习近平连称珍贵 说这些文物是历史的见证 要保存好 要保存好 利用好 让早期版本的共产党宣言 回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会旨 回到了梦想启航的地方 将近一百年的历程里 中国共产党从当年的几十个人 从这里诞生 从这里出征 从这里走向执政党 指引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指引社会主义建设 改革开放 胜利走进新时代 2018年5月4日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我们重温共产党宣言 就是要深刻感悟和把握 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